以话剧的方式为众人叙说农历新年的由来 他们只知道庆祝新年 可是却不知道年为什么要庆祝新年 所以我们都会 每一年的五岁或者六岁的孩子 都会演出年寿的故事 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庆祝新年 这个团圆的午餐 就是要让孩子知道 团圆就是一家人 跟家人 很多的家人一起用午餐 一起团聚 那在幼儿园里面 也跟很多陪伴着我们的大爱妈妈 我们还有很多的老师的爱 来跟我们一起用团圆饭 今年的团圆饭有些不同 远从中国长春来马的慈祭之宫比重香 为大家准备了道地的中国饺子 因为中国饺子是咱们每年春晚 就是除夕夜一定要吃的团圆饭 是这样想的 既然是团圆饭 咱们就教大家 这个包饺子 大家都非常高兴 今天下午老师为孩子们举办了小型庙会 让他们透过多元化的游戏 认识传统文化 庙会对就是要让孩子学习 先开始参与过我们华人的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新年 而且这些每一个游戏 或者说这种庆祝方式 都是有它的意义在的 先却虽飘洋过海 离乡而来 但马来西亚华人传承文化的信念 从莫改变 大海新闻黄疫情 陈瑞文马来西亚 槟城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